大家好,我是陈森迪,又到了本座的迪产贵事会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疫情之前的几年前 根据我的买家的意愿和预算 我推荐了我的买家去购买一栋位于南加 Lagona Niguel的美景别墅 好社区,好学区,环境优美 仅邻九富盛名的海滨城市Lagona Beach 买家非常满意 我们很利索地出了offer 正在锦罗密国的购户过程中 突然收到监管公司Ascore通知 说不能继续购户了 为什么呢 说这个房产说到了dispendance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在打官司 有法律纠纷,暂时被冻结了 不能继续交易 然后呢,我们就去问对方的卖房经纪 发生了一个问题 那个卖家经纪呢 当时在先接受了我们的offer之后呢 在没有披露给 以再过户中的交易状态 给第二个买家的前提下 又接受第二个法国买家的offer 也就是说 卖方代理把这个房子同时卖了两次 所以导致过户过程中造成了纠纷 其实呢,主要问题在这 不是说卖方代理和卖方 不能够同时接受多个offer 而是他们在接受其他的backup offer 后备的offer的时候 没有及时书面的披露给其他买家 他们是备选offer 换句话说呢 就是卖方代理应该多加一个文件 或者多加一个披露条款 即offer is contingent upon the cancellation of existing offer 意思就是说 在第一个买家的offer cancel 就是撤销以后 备选的backup offer才能生效 从法律角度来说 他不能够同时接受多个offers 业防多卖 少了这份重要的披露文件 导致这个完全可以避免的法律纠纷 问题的根源其实呢 就是卖家经济的失职 这是第二个法国买家说 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是backup offer 也没有被通知说 签前面还有其他人出了offer 而且卖方接受了 所以呢 最后这个法国买家就找律师 把卖家和卖家的经济给告了 当时我们是怎么知道呢 就是我们收到消息说 这个房子被冻结了 不能继续交易 我记得当时法国买家 要求卖方代理和卖方经济 支付给他五十万美金的赔偿金 房子也被迫终止交易 弄得我和买家也受牵连 无法完成过户 只有耐心等待 我记得大概 官司打了大概六到七个月半年左右 最终呢 法国买家赢了这个上述 官司结束后呢 我们这边才继续完成交易流程 后来那个印度卖家 平白无故 为自己的代理经济 这么来一出 白瞎了 自己卖个房子 可能都不赚钱 亏了不说 还累了一身烧 所以呢 卖方又把自己的卖方经济 和他挂靠的公司 叫Berkshire Hathaway 也给告上法庭了 那官司的具体结果 我没有知道 因为我没有跟进 据说卖方经济 被他自己的经济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给炒了 之前呢 我有个中国的买家呢 也是顾忌 这个二手房交易的问题 在中国国内 也存在着一方多卖 但是一般呢 是买房的买家 都付完了款以后 才发现问题 最后采取打官司 最后自己的经济损失 但是呢 美国房地产 这方面的法律 非常完善和严谨 制度也是经过了 几百年的沉建 会保护买家权益 像这种情况 在过户之前 买家支付呢 就会被通知 告知说 房子被冬结 进入法律就会 不能够再过户了 而且定期呢 也不会给到卖家 而是在第三监管公司的 信托账户内 hold着 那买家权益 是备受保护的 所以不存在 真的出现 一房多卖的情况 在这种case in this case 我的买家 没有任何的财务 和经济损失 只是浪费了时间 虽然过了半年 但是呢 我的买家 还是以当初offer的价格 拿到下了这个房子 期间呢 也无任何的持有成本 只有时间损失 但从路手投资 这个房子 从我的买家的角度 而言的话 是没有亏损的 在这个过程中 最大的受害者 其实是那个印度卖家 因为他找的 这么一个经济 没有尽职尽责 做好他的法律文件 文件没有到位 他没有维护好 他的卖家的权益 最后呢 他最终也被卖家 告上法庭 要赔偿损失 我给大家分享 这个真实案例 也就想给广大的卖家 提个醒 敲个警钟 找个靠谱的经济 来带领你 卖房有多么的重要 当然 买家要找经济 也要找靠谱的 我们往期的 《地产世界故事会》 也分享了不少 买房过程中的问题 需要专业的经济来处理 找对了经济是省事 找错了 那就会无事生非 生出很多事情来 大概就这么一个道理 今天的故事呢 就分享到这 喜欢我们故事会的朋友呢 可以点赞关注收藏 我是地产世界陈森迪 点赞关注不迷路 地产世界来带路 我们下期再会